1950年11月27日 我志愿军第九兵团 在零下40度的长津湖地区 在冰雪中待了10天 如同猛虎出山 向美军怒战第一师发动了总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美军分割包围 其中有一个美军的团级作战单位很出名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极熊团 它的正面团旗 至今仍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展出 我志愿军在一次战斗中 就见面一个加强团 这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次 他注定要载入史册 被我军打得措手不及的美军 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整个东线的美军防线开始动摇 整个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又要难撤逃跑 之前史密斯命令工兵在下街雨里修建的临时机场 变成了他们逃跑的生门 一定要抢占下街雨里机场 切断敌人补给 端掉他们的逃生通道 平坦的机场虽然很多阵地被我军拿下 平原作战毫无优势的我们 最后也只有一处高地 小高岭仍然在我军的手上 但就是这里正好卡住了美军南逃的唯一通道 杨根斯连队很清楚这里的重要性 也明白他们连队要面对的 是狗急跳墙的美军 持续猛烈的炮火覆盖 我们连续八次的击溃了他们的狗急跳墙 高地上的杨根斯连队 在敌军炮火的疯狂打击下出现了大量的伤亡 整个阵地算上他自己还有三个人 敌军的炮火一停 新的一轮进攻马上开始 杨根斯拿起战士们的名牌 交代他俩一定要活着出去 因为这是他们连队所有牺牲了的战士们的名牌 而杨根斯自己呢 敌人的反冲锋开始了 他拿起谨慎的炸药棒 毅然决然地冲向了敌人 用他二十八岁的年轻生命 诠释了什么叫中国人民志愿剧 什么是中国人 他是新中国的第一位特等功臣 特级战斗英雄 荣获这一殊荣的 全国一共有两位都来自朝鲜战场 第二位就是我们熟悉的黄继光 美陆战一时凭借强大的火力配置 眼看就要南逃到平原地带 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撤退的 就是要炸毁他们南逃的必经之地 水门桥 下一期 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美军南撤 我们差在了哪里 我抽书 喜欢记得点个赞 我们不见 不散 我听说水门桥 给炸断两次 他们都给修复了 目前我们正准备第三次炸枪 这回啊 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 全部炸毁 水门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志愿军第九兵团十几万人 冰雪长金湖 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 埋伏了十多天 战士们被冻死冻伤的太多了 你要说不影响战斗力 鬼才相信 再加上后方补给线 被敌击二十四小时疯狂滥炸 可想而知 长津湖地区的战士们都经历了什么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志愿军凭借惊人的毅力 超强的战斗意志 让美军领教了什么叫全球轻步兵的巅峰 仅一场局部战役 就干掉了美军的一个加强团 还有美军的陆战医师 王牌中的王牌 全被我志愿军给包了饺子 这个美陆战医师可不得了 战功赫赫 并且他们的少将师长史密斯 更是不可多得的名将 如果能将他们一举歼灭 可能整个朝鲜战争都会提前结束 水门桥是他们南逃的必经之路 我们的战略目标很明确 把水门桥变成美军的鬼门关 九兵团接到命令 在美军还没逃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把桥给炸毁 这是第一次炸桥 但是美陆战医师的工兵团 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 随后又被我第九兵团第二次炸毁 但美工兵又用两根长钢轨 架了一座钢制的车折道桥 然后呢 当然还会有第三次炸桥 这一次我军组成赶死队 计划把水门桥彻底炸毁 如果没猜错的话 执行这次任务的主要参战连队 应该就是咱们的穿插七连 也是后来蓝小龙在士兵突击里面提到的钢七连 第三次炸桥截断了美陆战医师的唯一退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关键 要化重点了 美军工程专家 从日本定制了专用角落伞 以及八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建 并动用八架大型运输机 直接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 只有两天 一座新的水门桥就给搭了出来 美军陆战医师 凭借其身后强大的军工实力 成功地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 这背后的差距显而易见 不过美陆战医师 以检员7321人的代价 狼狈逃脱 他们在长津湖遭遇了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在整个长津湖战医中 我志愿军面临的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重装机甲的美军可能没那么可怕 可怕的是寒冷 是该地区五十年不遇的极寒天气 这应该是整个朝鲜战场最特殊的一次战斗 溃败的美军陆战医师在南逃的路上 遭遇了我军的阻击 只不过在我军的阵地上 已经听不到战士们的呐喊 也听不到一声枪响 极端的酷寒已经夺取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但死守阵地的那份决心 恶守信念的那份执着 形如冰雕一般被定格了画面 他们在一名战士的口袋中拿出来一封信 上面写出了我志愿军战士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战斗的样子了 他写道 我爱我的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 我绝不屈服于你 即使冻死 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这是二十军五十八十 一七二团的一个下手连队 一名叫宋阿毛的战士的绝比师 尽管我们有着钢铁般的坚韧意志 但最终还是因为后勤粮食补给问题 以及这无法脱离的零下四十度的苦寒天气 整个连队全部壮烈牺牲 但是战斗并没有因为战士们的牺牲而失败 美陆战医师师长史密斯 被我军强大的意志力彻底震撼 没错 万我中华者一定虽远必诛之 史密斯向我冰雕战士们敬礼 这场战斗 我们一枪未发 却令敌军致敬 随着西线战场 我志愿军第39军师傅平壤 我军入朝以来的第二次战役全面结束 我们抓住了联合国军分兵冒进的机会 诱敌深入然后分兵包围 从东西两线组织战役反击 以尖敌36000余人的战绩取得了胜利 并将美军从鸭绿江边 一股作气打回了三八线 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局 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但是美国的这位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不但没有反思 反而想把战局扩大 如果真照他这么说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早就打完了 我们要继续战战会和中国 和 President Truman 他批克这件事